所有人都能看出,宇墨院长很看好吴渊,对谢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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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渊不动声色,可心中也有一丝冷意 他自问真没得罪对方 按笔斗的规矩,安排五位武师级数的弟子,同吴渊 测试店内,大部分人都有些错愕 五场,银两场,听起来不难 可须知,武渊年龄更小些,修炼武道技艺时间更减减减减减 武师实力是非常宽泛的 拥有万金力量是武师,拥有一万九千斤力量 同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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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龙、杨宇峰,由你们五人来迎战无冤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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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点到名的弟子 各个脸色微变 他们又非蠢货,现在院长和督察一见相左 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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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输赢都没好处 谢督察,你太过 羽莫院长已完全收敛笑容,声音低沉 按规矩 他名为院长,实则是教导店下属三大堂主之一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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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才是院长 雨墨院长冷冷道 五院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谁都没料到 一场简单的 院长 五院忽然开口 不必为难 机械督察如此看重我 众人侧目 都不由看向吴渊 公子不可 一直在身后 未说话的古迹 终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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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墨院长看了眼古迹 又看向吴渊 你不懂 院长我懂 吴渊微笑道 请院长放心 我我我我我我我 旋即 吴渊给了鼓祭一个放心的眼神 雨墨院长微微皱眉 却不好再说什么 毕竟这是吴渊自己开口答应的 很好 吴渊 希望你的实战能力 对得上你的名气 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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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胆气 我也不为难你 五场 你只要迎上一场 我便会同意签字 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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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元微笑着不说话 五场比斗 只要赢一场 你们五个 谢 谢 于目光猛然扫过 被选出的五名 五名弟子 脸色当即大变 高级五院内 积分是非常重要的 许多相对珍贵的 这是逼迫他们必须全力以赴 很快 所有人都聚拢到测试店旁的五斗店 这里有着一座环形五斗台 五元同五名五院弟子都穿戴好了护具 包括头部 玄机又都各自选取兵器 兵器都是木制的 仅有长棍、短棍、盾牌3 毕竟 五院弟子比斗是训练、魔力 不是真正的剑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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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战 并非他瞧不起吴渊 只不过他眼中 吴渊一个十四岁的少年 即使力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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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渊神情平静 无喜无悲 呼 郭龙双手持棍 一手握前 一手压后 步伐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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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棍四枪 拓长空 空气中都闪过一道锐笑声 这一棍冲击力何止万机 锅龙多年枪法水准凸显无遗 真是稚嫩啊 无冤心中暗叹一声 单手持过持过持过 锅龙的棍尖 几乎是擦着无冤的耳朵划过 看着惊险无比 紧跟着无冤手中长棍一抖 爆发出恐怖的速度 这一击若是刺食 足以将他的脖梗轰的断裂 估计冷眼旁观这一幕 他只负责无冤的安全 不好 谢玉与摸脸色却是一变 两人击 最后关头 无冤手中长棍猛化刺猬扫 砰 长棍闪电般扫中锅龙的胸膛 一股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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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重摔在了地面上 无冤则收棍 淡淡道 郭兄 承让 一片寂静 郭龙抬头 有些不敢相信的望着无冤 他的胸 怎么可能,他的步伐并不快,可怎么能避开我直辞的? 枪法他练了六年,却没能在一个十四岁少年手中走过一回合。 输了,锅龙咬牙,虽不干,可输了就是输了。 锅龙很清楚,若非吴渊最后留守,刚刚那一棍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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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吴师兄手下留情。 锅龙起身低沉道,道,他已改口称呼吴师兄。 横云宗内,夏季吴渊弟子见到云武殿弟子,一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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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渊微微点头, 转而望向雨墨和谢玉 没说话 古迹微微皱眉 场下 所有老师和弟子都震惊地望着吴渊 太厉害了 明明表现的力量不算太离谱 却硬是一招就将锅龙击败 足以见得吴渊的战斗技艺是何等厉害 不乏 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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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 羽莫院长宣布了结果 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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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玉 神情冷漠 不说话 谢都查 羽莫院长皱眉 眼中闪过一丝怒气 怒气 无缘天字非凡 但为特招弟子 谢玉 声音 与莫院长神情稍缓 无冤 谢玉目光转向无冤 犯着一丝神采 旋即谢玉也不管无冤如何想 院长 我还要巡视几大院区 先走了 谢玉 与莫院长建庄 无奈一探 行 测试到此为止 陈青 你安排所有老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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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者 重罚 是 陈青连应道 无冤 随我来吧 与莫院长道 向外走去 无冤跟上去 直到羽莫院长 无冤 估计三人消失在五道 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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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武渊老师颇有些不敢相信的 最后一枪 变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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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他没掌控 怕也快了 另一位武渊老师 叶日叶日叶日天才 十四岁呀 他的天赋 不知比宗门的那个许辉 irr 他们都是二流高手 眼力都是有的 武院身处的院长是很空旷 装饰也非常简单 武器架上也紧紧摆放着一杆大枪 雨墨回踪后 我会向店主禀报今日的事 古迹声音冷漠 谢雨太过感情用事 不适合大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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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不知情 雨墨院长微微摇头 感慨到 若吴渊天赋不高 店主岂会将我派遣 古迹冷漠 吴渊在一旁听着 他看得出 古迹和雨墨院长认识 也对 横云宗的一流高手也就两三百位 即是古迹 古迹 古迹 语墨院长轻叹 你上柄是你的权力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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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迹却不再多言 吴渊 你掌控力及技巧 可谓同我说过 宇 院长 我们今日是第一次相见 况且 高护 与墨院长颇感无奈 以你的实力 刚才不必展露力极 怕也能赢吧 十四岁的武师 和十四岁掌控了力及技巧的武师 是两个概念 后者 理论上 是有望宗师的 这一世高宇如此看重吴渊的原因 院长 我心中有气 吴渊坦然道 若非想 与墨院长哑然 他这才反应过来 吴渊虽表现得沉稳 可说到底 自己要求 有些高了 吴渊 那些于刁难你 和引导你入宗的高宇 互发友 当然 我并未替他开脱 这本是我们长辈的恩怨 不多说了 你放心 我会以最快的速度 将消息上 屏动前辈 多谢院长 吴渊含糊 听了声 我还要先回 去吧 吴渊和古迹走在回光灰亭的路上 公子 你刚才 是刻意为之吧 古迹道 不给那谢玉寻些麻烦 真当我好欺负 吴渊摇头道 记书 你不会怪我吧 错在那谢玉 而非你 古迹道 公子放心 等回宗门 店主他们会给你一个交代 吴渊微微点头 他并未太在意谢玉的刁难 也没真想 报复回去 宗门大了 什么人没有 当然 日后若有机会 吴渊也不介意 自己给对方一个教训 回到庭院处所 记书 我们明早出发 吴渊轻声道 明早 去宗门吗 古迹道 不去宗门 吴渊摇头 淡淡道 先回离城吧 我还是想去拜别母亲 行 古迹点头 倒也没觉得不妥 时间流逝 两天后 黄昏 落日余晖散在宽阔的南龙河上 一艘大船缓缓停靠在江边码头 这是大河边一处不起眼的小码头 大船二楼房间内 记书都安排好了吗 吴渊询问道 嗯 公子放心 我都也安排好 古迹道 公子既想要尽心服用宁神丹 这两天 我们就再次暂停 等公子出关再行出发 不会有人打扰到公子的 古迹虽不明白 吴渊为何会心血来潮想服用宁神丹 可他不会多过问 更何况 有了上次教训 这一路他们愈发小心 出发时非常隐匿 根本没有大张旗鼓 估计自觉还会被刺杀的概率很小 夜幕逐渐降临 当船上所有人都以为 吴渊在静心修炼时 一道模糊的影子 飘出了大船二楼 下了船 消失在茫茫黑夜里 此去离城 仅有两百里 最多一个时辰 就能赶到 徐守一 你活不过今晚 一道背负战刀的身影 以惊人速度 踏过被夜色笼罩的大地 你活不过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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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赶到一道路